一个家庭好不好,看看厨房就知道 我们都知道,想要一个家庭幸不幸福 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去判断 但是通过看人家的厨房 就能够很明显的知道这家人的感情好不好 接下来这篇文章说的就是一对夫妻 通过厨房就可以知道两个人的婚姻幸不幸福 一起来看看吧 有一次在周末的时候 因为公司有事 所以领导就给我们全体员工都放假了 然后小丽就和我说 周末她老公放假 在家里邀请我去她家中做客 起初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去人家家里做客 会给别人带来很多的麻烦 因为小丽一直不断地在说 于是我就答应了 在这个周末去她家中做客 因为早上有一些事情耽误了 直到中午将近十二点钟的样子 才到达她家 因为走得比较匆忙 所以就没有带礼物去看望 当我走到她家门口的时候 闻到了一顿饭菜的香味 然后又掺杂着他们夫妻二人甜蜜的笑声 这让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工作 所以小丽也会时不时地在我们面前 谈及她老公和她两个人之间 相处的怎么样 每次说这个话题的时候 小丽都会表现得非常开心 因此我们也知道 她老公人非常老实 经常会在我们公司楼下来接小丽下班 有的时候还会带小丽去旅游 给她制造很多的惊喜 这让我们公司所有的同事都非常羡慕小丽 就在这次去她家中做客的时候 突然发现她的老公自己一个人在厨房忙着做饭 于是我就问到小丽 为什么你不去和你老公一起做饭 然后小丽就跟我说 她之前跟她老公协商好 随朋友来家中做客 那么另一个人就要去给他们做饭 当时我听到之后觉得这种方法很好 同时也能让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变得更加稳固 于是我就和小丽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 吃着零食 不一会儿她的老公就从厨房里 端上来几盘拿手好菜 然后我和小丽就坐在桌子上 她老公还为我们拿来一瓶红酒 为我们倒在杯中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其乐融融的 在饭桌上有说有笑 横子甜蜜 顿时间我也能感觉到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很好 因为她老公在饭桌上 不断的给小丽加很多的菜 还告诉小丽一定要多吃一点 因为她平时上班很累 所以很难吃到家中做的饭菜 当她老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顿时间觉得很难过 因为我自己的老公 她从来没有给我做一顿美味可口的饭菜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因为工作的言音不回家 然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样子 我们三个人就吃完饭了 当小丽要去给她老公收拾桌子的时候 她老公却立马阻止了小丽 便对她说 你去陪你朋友聊天去吧 这些活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这让我看的心里越来越难过 有时候想想自己的命运怎么会这么悲惨 都说傻人有傻福 原来小丽她一直给我们说的幸福 就是不管她老公有没有钱 只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好 正所谓 一段成功的婚姻需要两个人同时去经营 这样才能够使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更加的完美 所以要想知道夫妻二人感情好不好 就可以通过她家的厨房